网友说他去算命的时候啊 算命的跟他说 他一辈子都不能吃苹果派 一辈子都不能吃苹果派 这超香的 这怎么回事 这坦白说我不太理解啦 你现在在沙漠期 你长出来只有可能是仙人长 怎么样都不会长出桃花来 不只是华盖啊 空节做命的也是啊 这只要碰到宗教星 战命宫的、关禄宫的 他们就告诉你说 你的人生要来修行 不然你会特别倒霉 好大家好 之前就公布了啊 我们要开放大根信箱 然后让大家呢 留言看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专门录一支影片呢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大家喜欢呢 我们接下来每个月啊 都会帮大家整理 这一整个月来大家的问题 明明吃饭吃得很开心 却眼泪一直掉一直掉 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随着我们付费频道的开通 对于优育跟照须症的 更生的解析 以及优育跟照须症的人呢 他的灵魂 会比较容易接触到 外面的灵魂 等等的这些细节项目 我们会在我们的付费频道里面 来让大家了解 在命理的学习上面 或者算命碰到的问题 甚至人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OK 但是呢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 毕竟是一个 知识频道 对不对 我也不是所属人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尽可能问的问题呢 都不要是那种什么 老师啊 我的贪囊心在夫妻宫 那表示什么意思 这样子 一方面呢 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啊 这种论点啊 其实很笼统 那对于你想要学习 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 那等于就是算命 这样子 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我们的 国际指数学会的工艺论名社团 那边有免费可以问三个问题 直接去那边问好了 另外一方面呢 这样子的问题啊 其实容易把大家带到一个 单攻单心论的状况 所以我也很难回答你 希望大家喜欢要怎样 按赞分享加小铃铛 凯莉拉是我们这个月有哪些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因为网友他会问说啊 如果啊算命的时候不会问问题 就算不准 那老师请问一下算命要怎么问问题 你在算命的时候你就问说 哎呀老师请问一下 我要怎么样才会减肥 或者老师我这辈子爱情运怎么样 严格来讲我们也不能说算不准 而是这个样子的问法 第一你会碰到 如果他其实本身功力不好的老师 他就会随便糊弄你一个答案就好了 那第二个呢 我的计价方式我是计时间的 或者是别老师的方式呢 这样子的问法相对来说 他会不精确 因为他并不知道要怎么去帮你解决 比如说有人问 我这辈子爱情运怎么样 那你可能桃花很多啊 可以一直一直有满满的桃花 然后一直有男人喜欢的一样 他要给你什么意见 他给你意见可能是他觉得 哎呦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男人 这样不好哦 对不对 那可能有的老师 他比较现代会进步 然后觉得每一段感情 都是我们人生中间重要的过程 那他跟你讲说这样是不错的 所以清楚的传达自己 所希望的目标 专业的秘识也比较好去对症下药 现在问说啊 真的可以屈小人吗 就陡数的角度来讲啊 小人有的时候啊 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你自己个性很喜欢得罪人 我们会听到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就这样子吧 那我就是任性啊 你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一点 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我怎么要容忍你 这样子你当然就会容易得罪人 那这个是就命盘上面 你自己是需要去修正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命盘是最理性的 用理性的角度来调整自己感性的层面 然后让自己呢 生活状况会越来越好 就好像那个我就是喜欢闯红灯啊 那你被撞死不是也应该吗 所以其实有可能他自己就是小人 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当然是 确实是他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真的就是会碰到小人 像这种的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在学理上面 我们当然就可以想办法让他避开 所以要先分 那小人到底是什么 那个网友说啊 他有个亲戚去找老师算命啊 结果老师说啊 他啊什么老婆跑啦 生意毁掉啊 然后各种倒霉 是因为他的命中有滑盖作命 那如果他不休息 就会一生倒霉 是有这种说法 滑盖会在12宫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12个人就会有个滑盖作命 那是不是12个人要有个离婚 公司倒掉 老婆跑掉 然后各种倒霉 会不会这个样子 是不是不可能 就是你的这些倒霉的情况 你没有滑盖作命 你有可能这个样子啊 所以怎么可以用这种论点 来去讨论说说 你一定要来去修行 事实上我们常一直讲 人生在世都是来修行的 你如果不需要修行 你早就证阿罗汉国 你不在这边了嘛 不只是滑盖啊 空节作命的也是啊 天雾作命的也是啊 这只要碰到宗教心 战命宫的 官戌宫的 他们就告诉你说 你的人生要来修行 不然你会特别倒霉 可是现实的情况 你用逻辑去想 没有这些作命的人 他可能也一样这么倒霉啊 那他该怎么办 也有这种作命的人 他过得很好的啊 这个其实是我们常说的啊 命理圈啊 很多老师喜欢恐吓你 对他不这样的吓你 他怎么收签 真的超夸张的 对 还有一个网友问说 他是算命有用啊 有时候改运 有时候会买什么开运商品 还是风水有用 你觉得你很倒霉 你希望要改运的话 风水有用还是算命有用 在我们看起来 两者都有用 而且两者要互相配合 单纯的处理风水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命盘里面 告诉你的运势中间 你哪里要碰到问题 你哪里会有什么问题 那你光跟动风水 这样没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说我们知道说 我们命盘上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是我们很难去解决的 那也许风水可以来帮助我们 所以他是彼此 那个相辅相撑的 就像我们常讲的啊 你把家里打扫干净 生活环境舒适 基本上你就赢在旗袍店了 我看很多人就是家里环境乱七八糟的 堂屋纳购 然后整个房子啊 堆了一堆东西 这个在风水上会造成 他精神上会有各种问题 那他精神上产生各种问题的时候 他去找任何算命师 实际上都没有用 然后还有一个啊 网友说 他去算命的时候啊 然后他阿嬷帮他算命 结果算命的跟他说 他一辈子都不能吃苹果派 一辈子都不能吃苹果派 这真的超虾的 这怎么回事 我就听过不能吃牛肉 但是不能吃苹果派也太好笑了吧 这坦白说我不太理解啦 那个老师是西洋占星吗 古代汉人没有苹果派啊 对啊 他到底原因是什么 坦白说 排除掉苹果派 这个实在太奇怪的东西之外 我相信 那种所谓的不能够吃什么 斗数是没有这样观念的 这个论点大多数啦 这就我所知道 应该大多数来自于八字的调和论 也就是说 你命中什么东西太多 那不可以吃什么 你吃什么补什么嘛 那怎么太多就不能布嘛 背后的原理是这样 那关于不能吃牛肉这件事情 这个实在我们讲N次了 这个论点最早起源于八字的奎钢 起于丑 就是说你如果命带奎钢的人 第一次的丑是牛嘛 你会跟他有冲突到 他最早起源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农业社会啊 对牛啊是比较尊重的 全是这样子啊 可是我常讲啊 如果这件事情为真的话 那美国怎么不亡国呢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个荒谬的论点 那有的人学生会跟我们讲 老师我确实吃牛肉 我好像感觉运气比较差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就催眠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被人家吓的暗示 再来就是刚刚所讲的八字的调和论 我们先不要讨论 八字的这个调和论 能不能够这样子用 更重要的是啊 它即使是用食物的五行 来去调和你自己的状况 事实上影响度都不会太高 有网友问啊 桃花真的可以招来吗 有上我们课的同学就知道说 我们的风水课里面呢 会有告诉大家怎么招桃花 可是实际上呢 说是招 比较精确的说法 实际上是催忘它 也就是你本来就有 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中呢 跟某一个人就是交错而过 彼此喜欢也好像还可以 可是就是没有那个机会 实际在使用上呢 它实际上是催忘也就是说 把你的自己个人的魅力发展出来 那你就比较容易吸引人 让这个事情比较容易产生 那坦白说 如果你真的都没有 那个整个流泥运线啊 全部都是干坑的状态 就好像那个桃花树有个小树苗 那可能要等很久才长大 那我们想办法呢 多灌溉它 它会长得比较快一点 这个叫催忘你的桃花 但如果是整个是沙漠的状态 你连一个苗都没有 倒一整个游泳池的水下去啊 也不会有桃花 所以其实 可不可以做 可以 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教 甚至啊 我们最近有推出 专门可以催忘桃花的游灯 然后告诉你说 放在哪个位置 你可以催忘你的人员桃花 这个有没有 这确实是有 可是如果你真的 就是在这个运线里面 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那这样子没有效果 我们要怎么样去找 算得准的算命师呢 第一要看你要找什么样的人 再来看其实是命师的树枝 动不动就跟你讲说 说啊这个会被业障啦 那个也是业障啦 这个也是业障啦 拜托 来到人世间的人 谁不被业障 如果你开口闭口 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 而不是用心的帮你 就你的命盘 跟你的人生去找方向跟方法 基本上啊 就是程度不好 或者是品估了不好的命理师 他才会去讲这样的话 那至于准跟不准这件事情呢 命理学的重点不再准与不准 上课学员都会知道说啊 我们上课的考试题目啊 会有精确到下个月这个人出车货 他断哪一支脚 这是我们平常上课的考试题目 但是实际在算命的时候 我也不追求像这样子的精准度 因为人很容易流落到听起来很准 你就以为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命理师教能够很同理心的 应该要怎么帮你去解决你的问题 跟刚刚那一题的延伸哦 那他有问到说那神棍诈骗 如果很相信他就他神棍诈骗 他的手法怎样可以判断得出来 很好判断啊 既然讲是神棍嘛 对不对 就是不断的告诉你你有业障啊 你不知道怎么样啊 你不然会怎么样啊 不断恐吓你 这种基本上就会是神棍 就是我常说的 命理师应该给予你正能量 应该告诉你怎么样会更好 而不是告诉你说你有多糟糕 那这样一定是神棍 或者是告诉你说 你人生这么多的困难 是因为你是更高维度的人 在面对你周围的人啊 的诸多的纷争的时候呢 是因为人家不了解你 这种话哦 基本上也是放屁 让你呢 把所有的过错呢 都归咎在一些 根本无同正名的事情上面 这些基本上就是神棍 那刚好有网友问到啊 那卡因体质啊 这个卡通常都会怎么卡 哦没有错 命盘上确实会有这样的体质 可是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啊 就是啊 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说 你自己的灵魂跟你自己呢 没有办法很稳定 你才容易受到别人的诱惑 才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一般来讲呢 都会在福德宫啊 或是饥饿宫啊 或是命宫啊 上面呢 你有那种比较情绪性的心耀 然后再加上某些小心耀 一样的 这也是很容易被很多命理师 或很多神棍拿来讹诈 或拿来骗你的 有网友问到啊 他们在拜月老啊 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 是不是跟运势有关啊 拜月老保留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啊 如果你真的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刚讲嘛 你现在在沙漠期 对不对 你长出来只有可能是仙人长 对 怎么样都不会长出桃花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拜都没有用 神秘也没办法帮忙 所以当然第一个是有运势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 通常都是啊 你自己啊 在拜月老的时候没有讲清楚 你要把每一个条件都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很多人他找不到对象 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人 拜月老过程中间呢 你要先理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那神明才知道怎么办 对于命理宗教甚至文化各方面 想要听到的事情 欢迎大家发问 那我们会每个月至少拍一支影片 来为大家做专门的解说 谢谢大家